Globe SIM这张手机卡绝对是一张香港神卡 具有性价比超高,使用成本低,非常好用等特点 简单来介绍一下这张卡的特点 可在内地长期漫游,零月租 在内地漫游街短信是免费的 用它来注册一些海外应用也是非常方便的 我在内地实测,Twitter,Telegram,TikTok,Facebook 这些应用的注册的验证码都是可以正常的接受到的 性价比超高,每年保号只需要6港币,非常实惠 支持注册香港本地应用,比如香港支付宝,巴达通 香港的银行开户也是支持的 最强大的是它的旅游功能 覆盖全球175个地区的数据漫游功能 价格相对便宜,许多地区仅需15港币 就能享受到一天不限量的漫游流量 那该如何获取这张电话卡呢? 我是一月份去香港银行开户在711便利店购买的58元的实体 那么咱们只需要拥有Fiber这个神器,让我们普通的国行手机也支持eSIM 省去了购买实体卡的麻烦 只需要扫描一个二维码,就能将这张ClubSIM手机卡下载到我们的手机里 省去了各种时间和运费成本 那如果你对eSIM和Fiber还不了解,可以去看一下我专门讲解Fiber的这期视频 里面有详细的介绍 通过视频下方的邀请链接,去官网购买Fiber,还能享受专属的九折优惠 那咱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如何操作购买吧 来到ClubSIM的官网,网址我也会贴在视频下方的说明栏中 咱们首先要注册一个账号,用自己的邮箱注册一个账号就可以了 太简单,略过了 登录进来,要购买ClubSIM的eSIM只需要在官网购买任意的套餐组合 只要超过50港币即可 大家点击这个商店 看一下它的套餐 ClubSIM把它的套餐进行了分类 第一块是客金e数据 第二块是漫游 就是咱们前边说的支持175个国家地区的漫游流量 第三个是中国漫游数据专区 第四个通讯是香港本地套餐 大家可以自由的组合套餐 只要消费超过50港币 ClubSIM就会赠送咱们一张eSIM 那我主要推荐大家购买第一个客移金数据 推荐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价格正好是50港币 一点也不浪费 第二个大家看一下客移金套餐的详情 本地数据 指定游戏和积分 我就不讲了 主要是第二点 这个客金额可以充值到苹果APP Store和谷歌Play里进行消费 这个就很香啊 咱们先返回一下 那有的人可能就用这张卡去东南亚旅游 那么我就推荐这个78港币的 亚太地区15地7张24小时数据漫游通信证 点进去看一下 支持的国家和地区有这么多 有中国内地 澳门 日本 还有新马太这三个免签的国家 在这里查看套餐的详情 有需要的小伙伴可以自己看一下 也可以移步到我另外那期ClubSIM的视频 里边详细地介绍了ClubSIM香港本地 内地漫游和全球漫游的各个套餐 那如何购买呢 再加入购物车这里 这里显示的我和大家的应该是不一样的 因为我这个账号里现在已经绑定了一张ClubSIM 如果是没有购买过ClubSIM的新账号 是这样的 我注册了一个新账号 给大家演示一下 点击这个实体SIM 这里会出现一个eSIM的选项 我们选择这个eSIM 因为我们使用的是Fiber 我的设备型号这里 就可以随便选择一个 点击加入购物车 现在点击上方的购物车 选择付款 继续选择付款 这里需要填入一个香港的电话 随意填显一个6开头 或者是9开头的发位数就可以了 官方不会验证这个手续号 后续也不会和这个手续号有任何关联 现在点击确认并支付 支付的方式有很多 支持微信支付 大家用微信扫码支付一下就可以了 还有一种选择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大家看一下 很多套餐并不够50港币 那如何购买两个 或者更多的套餐组合来达到50港币呢 很简单 先要把购物车这里的订单取消一下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购买一个15港币的套餐 还是一样的 这里选择eSIM 设备型号可以随意选择 获取计划 选择中国 确认 加入购物贷 再返回一下 再来购买一个38的套餐 这样合计是53港币 就达到了50港币的要求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 新增加SIM卡 这里要选择eSIM卡1了 而不是额外添加一个新的eSIM 点击加入购物车 点击上方的购物车 点击付款 大家就能看到套餐组合可以一起购买了 无论大家购买什么套餐 支付完毕 ClubSIM都会给你发一封邮件 邮件里有两个二维码 第一个二维码是用来下载eSIM的 第二个二维码是用来实名认证的 接下来看一下 怎么把eSIM下载到手机上 如果你的手机和我一样不支持eSIM 那我们就用Fiber来写入 打开Fiber的客户端 点击右下角的加号 点击扫描二维码 扫一下邮件里的第一个二维码 它就开始下载了 耐心等待下载完成 过程中不要中断 下载完成后 选择备注选项 可以修改名称 点击完成按钮 这样就成功的将ClubSIM写入的Fiber中 然后打开这个开关 这样ClubSIM就被启用了 接下来我们需要去做一下实名认证 因为这张卡不实名是无法使用的 香港手机卡实名制 这也是趋势 打开ClubSIM的客户端 点击首页右上角的扫码 扫描邮件里的第二个二维码 就会跳转到这个界面 实名的文件可以用护照 也支持港澳通行证 港澳通行证选择第三个 其他旅游证件 那后续的操作非常简单 而且我已经实名过了 所以接下来的步骤就跳过了 接下来看一下如何保号 我们激活ClubSIM 这张卡的有效期是一年 在快到期的时候 可以在官网购买任意套餐进行消费 即可延长ClubSIM的有效期一年 那咱们在ClubSIM快到期的时候 到客户端 在底部选择商店 在右侧找到并选择通讯选项 可以看到短讯套餐的选项 点击查看套餐的详情 这个套餐的有效期仅为30天 咱们不用管它 至于咱们保号一年 不是一回事 购买这个套餐的目的 不在于使用这个套餐 而仅仅是为了在ClubSIM 进行一次消费 而正好这个套餐的价格 是官网最低的 通过这样一次消费 我们可以延长ClubSIM的 有效期一年 那同理 咱们刚刚在购买eSIM 也是在官网消费了一次 所以我们刚刚激活的 ClubSIM的有效期 就是一年 因为我是购买的 课经义数据 获得的eSIM 现在我会将这个 课经义里的50港币 充值到我的港区 Apple ID里 别和我说 你不会注册港区的Apple ID 网上的教程 一搜一大把 在苹果手机上 登录你的香港Apple账户 App Store里边 有很多实用的付费应用 在这里 就可以使用课经义里边的余额 去购买 打开ClubSIM 来到个人中心 选择客信义户口 这里边显示它有50港币的可用余额 右边这里显示的是它的到期日 有效期只有三个月 那很多人可能放着放着就忘了 把它放过期了 那解决方案就是把这50港币 充值到港区的Apple ID里 港区Apple ID里的余额是不会过期的 在App Store里边打开你的Apple账户 点击你的账户 点击管理付款方式 在新增付款方式这里选择手提电话 在这里输入你刚激活的ClubSIM的手机电话号码 点击完成 然后输入短信验证码验证一下 这样就把手提电话的付款方式添加进来了 接下来返回到你账户页面 选择管理付款方式 如果有的人有两种付款方式 那如何在咱们充值的时候 优先扣款咱们的手提电话呢 选择编辑 这里你可以把你手提电话的选项 提到最顶部 这样扣款会优先选择手提电话 如果只有手提电话这一个付款方式 这一步就可以忽略掉 再次返回到你的账户页面 选择为Apple ID增值 金额这里选择其他 这里输入50 付款就OK了 通完之后 这里的余额就变成50港币了 并且这50港币是不会过期的 无论什么时候想购买这些付费软件了 就可以直接用账户里的余额进行购买 如果在支付后 遇到无法完成购买程序 请联系iTerns 这是苹果的风控导致的啊 解决方法是可以拨打400-666-8800 这个是苹果官方的电话 联系客服帮你解除充值的风控即可 如果大家在使用Club SIM中遇到疑问 可以进群和小伙伴们进行交流 或者在官网的最下方 这里有个支援中心 可以在这里搜索你遇到的问题 比如eSIM相关的 如果遗失了eSIM 可以补领吗 如何将eSIM转成实体SIM卡 如何将现有的eSIM 从旧设备转移到新的设备中 它都有相应的教程和步骤 还有一点 比如我是购买的科金e数据得到的eSIM 那我现在想要去新马泰 这三个免签的国家旅游 我这张eSIM同样可以购买 这张亚太15D 7张24小时漫游数据通信证的套餐 在旅游中使用 就是要灵活一些 因为这张卡确实很好用 或者你有在港区APP Store 或者在谷歌Play中消费的需要 也可以薅一下官方的羊毛 OK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观看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